来来了,特斯拉FD完全速度驾驶将在今年年底获得中国的批准 就在今天的特斯拉第二季度财报会议中 马斯克透露了很多关于特斯拉的相关消息 Robotexe无人驾出租车将延期到10月10号发布 原因是马斯克要求对Robotexe的前部设计进行更改 并且一旦发布就要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正式运营 同时马斯克还表示特斯拉将在今年年底获得其他市场的FSD批准 比如中国和欧洲 也就意味着FD完全速度驾驶入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端对端的完全速度驾驶 同时特斯拉在第二季度生产了超41万辆 交付了44.4万辆 环比增长了14.7% 营收为255亿美元 创下特斯拉单季度营收的最高纪录 并且特斯拉的储能业务增长迅猛 第二季度装机量为9.4G瓦时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4680电池的产能也环比增长了50% 而且通过了技术手段成本又下降了 第二代人心机人将在明年开始小规模量产 并且优先进入特斯拉超级工厂打工 在2026年大规模量产开始交付给个人消费者 同时马斯克最近办了一件大事 简直就是人工智能界的核弹 马斯克在特斯拉德州超级工厂附近 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超级计算机芯片集群 有10万台夜冷的英伟达H100显卡 非常的恐怖 你要知道目前全球最强的AI公司 OpenEye训练ChatGDP4用了2.5万块A100显卡 那么马斯克现在可以训练20个ChatGDP4 可以想象马斯克的Groke 3到底有多强 马斯克将Groke 3成为世界最强的人工智能大员模型 将在今年年底发布 我们也是生命一代